欢迎,今天我会想你暂时如何为Oracle EBS安装BlitzvPort BlitzvPort的安装步骤在我们网页和genetics.com上的安装指南中都有描述 所以如果你到这里去看BlitzvPort,然后是安装指南 你会发现这里列出了所有详细的安装步骤 首先是前提条件,然后是安装,然后是安装后的设置 最后还有一个故障排除部分 比如在安装日子中遇到任何警告 在介绍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步骤的一个改述 我们会先下载应用软件,然后通过Oracle的ADSplice过程来创建此定义应用 并运行安装脚本 然后根据你当前系统配置的不同 这些配置步骤可能需要或不需要 比如针对继承SOA网关 如果你已经在使用它,那么你就不需要这样做了 定制的PLL也是类似的 所以如果你已经对定制PLL进行了修改 那么你会在Blitzreport安装日子中看到一个警告 并且你还需要在哪里收动进行一些更改 最后就是应用程序设置 这主要是设置Blitzreport的访问权限 控制那个用户可以访问Blitzreport中的那些功能 然后还可以将Blitzreport添加到到航财单中 还有设定要有一些额外的应用程序设置 所以我们先从软件的下载开始 然后我们先进入下载页面 填写下载表单 我所有的信息都是自动填冲的 有公司名称 好的 提交这个表单后 你会收到一封代诱下载连接的电子邮件 当你点击这个邮件连接时 它会自动下载软件 我之前已经这样阻过 并把下载的文件放在了应用服务器的新文件夹中 目录是Genetics 脚本需要以应用所有者的身份运行 在我们的环境中是Apple Manager 所以我在你的瞩目录中 创建了一个名为NGenetics的自文件夹 并将文件放在哪里 那么我们再次回到安装之难 第一个步骤就是创建一个 通过ADSplice的自定义应用 过程在这里有描述 我们使用的是ADSplice Oracle标准流程 这需要创建控制文件 例如 这些文件定义了创建那个应用程序 以及使用那些应用程序ID等等 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些控制文件了 所以这些是文本文件 需要防止在Apple定习管理目录中 所以第一步是接压这个报告文件 让我到这里来 在这里是我们下载文件的文件夹 让我接压它 然后它会创建一个文件夹 我们可以导航到那个文件夹 在这里让我用WinsTP操作 这样更方便 在这里在创建的文件夹中 我们有一个名为ADSplice的字文件夹 而在该字文件夹中 我们有这些控制文件 这些控制文件中 包含应用程序ID 以及关于需要创建那个应用程序的更多细节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接下来我们会按照这里的说明 讲控制文件复制到Apple Top Admin目录 切换到该目录并运行ADSplice 在这个环境中我现在不这样做 因为我们已经创建了XTCN应用程序 所以我现在不这样做 我只是解释一下这个过程 复制并运行ADSplice后 它会询问几个问题 你可以按Enter键确认 在这过程中 它会询问应用程序密码和系统密码 最后它会询问你是否想要 重新创建环境文件 当你按Enter确认时 即表示确认 然后AutoConfig会自动运行 AutoConfig会生成所有的环境文件 要进行新的环境设置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推出并重新登录 然后你就可以测试新的 自定义应用程序 是否在你的环境上下文中了 最后我们将停止 并重启应用程序层服务 这是为了使新的应用程序 能够被Concount管理器 和应用程序服务器识别 而这种中期也是为什么 我们的一些客户不会创建一个 单独的客户应用程序 因为如果你看一下介绍 客户应用步骤是推荐的 但它是一个科学步骤 因此 比如说如果你不能轻松的 为Blitz Report安排停机 因为我们有一些客户 需要他们的服务器运行 而是4小时 其实很难计划停机时间 你也可以将Blitz Report 安装到已经存在的客户 应用程序中 这样你就不需要停止 应用服务器 因为在运行AutoConfig之后 你需要重新启动这些应用服务 这就是AD Splice的过程 在自定义应用创建后 我们会回到介绍部分 然后进行安装 安装过程就是运行 这里的Install.sh脚本 你看这里有脚本 我们只需运行它 它会要求输入应用程序的密码 根据你的应用服务器版本 和继承SW Gateway配置 它还可能要求输入系统密码 和WebLogic服务器密码 安装脚本本身创建Blitz Report的 数据库对象 它加载应用设置 例如配置选项 并发管理 并发程序定义 还加载自定义Blitz Report功能等 之后它加载用户界面组件 例如它会便宜表单 并加载老框架页面 因为Blitz Report有一个表单版本 和一个老框架的 HTML用户界面版本 最后它加载 虚用的Web服务组件 用于上传功能和财务报表生成功能 它还加载所有CD报告 Blitz Report只带大约超过500个报告 这些报告也会被夹载 好的在这个运行期间 让我回到安装之难 进一步解释一下集成的SoreOS 王冠配置 因为对于很多客户来说 这还没有配置 好 所以我们有 这个连接后面有一个块 解释需要做什么 安装脚本也会自动检测 你的系统需要做什么 比如 它检测不定级水平 如果不定级水平不够高 Blitz Report的安装脚本 会显示一个警告 说明需要应用那个不定 然后你会按照这个块内容 应用列出的不定 不定不书后 有一个步骤需要执行 在哪里呢 在配置脚本本身 Oracle有一个用于继承 SoA王冠的配置脚本 那就是PoL脚本 同样 这也需要停机时间 所以你需要计划一个停机时间 因为它也需要充起应用服务 你需要这样做 所以你讲应用不定 运行这个Pearl脚本 通常然后创建一个全局用户 这个全局用户 只需在没有任何责任的情况下创建 所以这是一个 出于某种原因需要的用户 这也在Oracle说明中解释了 它不会被用来登录应用程序 只是需要存在仅次而已 它不需要任何责任 只需要保持活跃状态 并且没有密码国旗 这就是全部 之后创建完毕 我们需要为该全局用户运行工作流木率服务角色验证 这就是继承SoA王冠配置 另一键使让我们回到安装指南 接下来的步骤通常是客户所需的 是更新自定义PLL 如果你从来不是用自定义PLL实现任何功能 则我们的安装脚本会自动添加所需的更改 但是许多客户已经将自定义PLL用于其他目的 因此需要通过Forms Builder进行手动更新 而DBA通常没有权限访问这些Forms开发和Forms Builder工具 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为客户更新自定义PLL 如果你没有开发人员来为你做这些事情并不容易 我们很乐意帮忙 因为这非常简单 所以如果你安装了Forms Builder 你可以打开一个自定义PLL 然后添加XLN库 讲其扶上 一旦扶上 以有益性代码需要添加到时间里程中 这就是这里的这一型代码 到自定义包体中的时间过程为步 而在最后 自定义PLL需要便宜 第五步的命令在这里 如果你需要帮助 可以将自定义PLL发给我们 可以通过有项联系 或者你也可以访问我们的支持页面 然后填写支持表单 你还可以使用这里的聊天图表 这通常是最快的方式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安装进度 它还在运行 现在正在执行语言安装步骤 快要结束了 使您安装的语言冲累而定 可能还会执行语言特定步骤 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安装了很多语言 你看比如我想这是繁体中文 如果你有更多的语言 运行的时间可能会稍长一点 但这应该是最后几步之一 所以快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到了最后 它写了一个安装载腰 如这里所见 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警告或错误 这看起来不错 我们只看到消息说 应该通过功能管理 原来清除中层环存 好的 那我们可以回到安装之南 那在哪呢 连去我的厅的是Eguasa 又要进入应用服务器 我们需要首先清除环存 通过功能管理员清除中层环存 现在我们登录到应用系统管理员 然后进入功能管理员 并清除环存 核心服务 环存框架全球配置 清除所有环存 是的 完成了 然后我们返回收Yes 接下来的步骤是开始应用设置 下一步是设置Blitz Report 访问配置选项 比如确定那些用户 可以访问开发屏幕 好的 我们登录系统管理员 直接进入系统配置选项 我们会寻找Blitz报告的访问权限 你可以输入Blitz百分毫和系统管理员 我们有几个Blitz报告的档案选项 我们要找的是Blitz报告的访问权限 模仁设置为理用户在现场 这意味着每个用户的模仁权限 只是最低的访问级别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使用Blitz报告 但不能访问设置屏幕 例如 为了修改SQL 你需要有开发者或系统访问权限 系统是最高的访问权限 它甚至允许你修改上传功能 现在我一管理员身份登录 所以我给自己最高的系统访问权限 就这样 还有什么 所以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就是将Blitz报告功能 添加到所有应用程序彩蛋中 并将程序添加到请求注重 这是通过Update Menu Entries Concurrent程序来完成的 这也在系统管理员中 所以我们会去查看请求 提交一个新请求 名字是 Blitz报告更新彩蛋条目 大多数情况下 大多数情况下 它可以用默认参数运行 但因为我们是在测试系统中 我还想让它出现在有侧的导航器前十列表中 因为这样使用起来更方便 可以按键盘上的一键来访问Blitz报告 这个正在运行 通常它不会那么久 我想几秒钟到一分钟 在这个运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下一步 那就是兵法管理器工作的第三步 某人情况下 兵法管理器有30秒的水眠时间 这非常满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性能 我们会进入并法管理器定义界面 然后查询标准管理器 默认情况下 Blitz报告是在标准管理器下运行的 我们将在这里将水眠时间更改为5秒 这不仅对Blitz报告有好处 对服务器上的其他一切运行速度也能提升 所以通常这是一个推荐的设置 不仅仅针对Blitz报告 如果系统非常庞大 您可能想为Blitz报告创建一个单独的管理器 但我会说这只有在您拥有数千用户的时候 才可能有意义 我们刚刚完成了这一步 最后一步是第四步 调度 下一个要调度的是Blitz报告监控计划 Blitz报告监控计划 需要一边从Blitz报告虚可证中 以初步活跃用户 如果您有虚可证版本 用户数量是有限的 当一个用户被标注后 虚可证才能被其他人使用 因此需要运行这个过程 我们也可以对其进行调度 所以我们再次进入查看请求界面 然后提交一个新请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的 过程名称是 比利茨保镖监控 我们只是用默认设置运行 并且每天调度一次 好的 就是这样 我回到安装指南 所以最后一步是许可证明药 如果您有许可证版本 可以进入许可证明药窗口 然后再次更新您的许可证明药 首次安装是Blitz保镖会自动安装一个测试许可证明药 使用期是三个月 先十位用户使用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能看到Blitz保镖了 顺便说一句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 这里已经有一个新的Excel图标 但它是灰色的 因为当我们打开这个智能师 还没有更新Blitz保镖才单箱的 并发程序运行 如果您已经看到这个Excel图标 说明自定义PLL的更改已经成功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改变指责 假设我们去 假设是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经理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Blitz报告 这里我们有一个报告的列表 先看看它是否运行正常 先运行格简单的 例如FND应用 它是个很小的报告 现在你看到状态是等待 现在正在运行 一旦输出完成 它会自动打开 看起来不错 所以它生成了Excel 这意味着Blitz Report工作正常 现在我们来看许可证明哦 因为我已经设置好 现在要回到运行窗口 我通过配置选项 将自己设置为开发人员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里有设置按钮 一般用户通常无法访问 但当然我们设定了配置选项 可以访问设置屏幕 在工具中 许可证明邀 我们看到许可证信息 你会看到安装了一个 有效至7月底的使用许可证 公式的用户使用 所以一切都很正常 第一 现在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应该测试继承的 SOA王冠是否工作 我们可以通过上传来测试 有分类在右侧可以选择 像是API发票上传的类别 并且我们需要 看看我们是否在正确的指责下 Vision Operations 批次名称 使用批次名称测试并运行 这里你再次看到状态 等待运行中 它生成了输出文件 因为是上传 所以它是一个 旗用红的文件 也就是XLSM 您可能需要旗用红设置 一边适用字功能 现在我们有发票类型 例如 它有一个直列表 这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简头的原因 要测试是否有效 你可以双击 或者按下回车键 现在如果一切安装正确 我们应该会看到一个直列表 使得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些发票类型 或者比如说 我们可以输入供应上 这意味着 如果您看到此直列表 这就意味着 继承的SOA王冠 是正常工作的 这基本上 意味着Bliss Report 已经成功安装 并可以使用了 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 通常会再次看到 安装日子中的警告 在这种情况下 请发送整个日子文件给我们 并且会创建一个 压缩文件 让我来展示一下 就是这样 在安装文件夹中 会创建一个ZIP文件 这个文件会包含所有 这里这个 这个ZIP文件包含了 我们需要分析问题的 所有日子 您可以通过支持聊天 将文件发送给我们 秩序访问我们的网站 您可以在这里提交公单 或者是用这里的聊天图表 然后 我们就可以分析问题了 好的 这就是Blitz Report的安装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